大家好,我是娟子 土豆在我家餐桌上经常出现 家人爱吃,我也变着花样做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干锅土豆片的做法 先把土豆削掉外皮 这种是白皮土豆 做好以后吃着软糯 然后切成片 看一下厚度,在0.5厘米 土豆片不要切得太薄 放入凉水盆中 清洗一下,洗去表面的淀粉成分 这样能防止土豆片氧化之后变黑 在捞进筐里控干水分 接着准备五块钱的五花肉 切成薄片,装入小碗里 准备一个洋葱,先对板切开 再切成长条 粘在一块的给它抖散 装到盘里 准备几个小米椒 斜刀切成条 线椒也切一下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换成菜椒 准备一把蒜苗,洗净切成段 把蒜白和叶子分开来放 去煎一下 中间可以多换几次面 一直煎到表面金黄即可盛出来 今天做的多,我煎了两锅 锅里留一些底油,倒入洋葱丝 快速地欢炒出香味 然后把洋葱倒在砂锅里面 铺的平整一点 电煮锅留一些底油 倒入五花肉 欢炒均匀 把茴肉炒出油分 倒入辣椒和蒜苗 欢炒出香味 加入一勺红油豆瓣酱 再倒入一大勺蚝油提鲜 炒匀之后倒入土豆片 把土豆片换拌均匀 裹上一层料汁就行了 调味我加入了鸡精 孜然粉 白糖 因为调料都是咸的 这里也不用加盐了 最后撒上一把白芝麻 蒜苗叶也放进去 最后淋一点香油 香味扑鼻 馋到你了没 炒好的土豆片 盛到砂锅里面 晃到煤气上 开小火加热 再煮上两分钟 咱们的干锅土豆片就做好了 土豆煎过以后 皮焦香里面软糯 香辣解馋 下酒瞎换都不错 在欢店一锅要40元 自己做的经济实惠 最重要的是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